大家好,我是柯伯任醫師 今天來介紹急性腰扭傷 也就是俗稱的閃到腰 有些不常運動的大學生或上班族 突然需要彎腰般重物 或者沒有熱身就做激烈運動 在腰部用力時,一個姿勢不對 突然非常刺痛地閃了一下 那就是腰閃到了 受傷之後啊,腰一動就會非常的痠痛 嚴重的話,連坐著都不行 那原因呢,通常是腰部的肌肉筋膜拉傷 但也有可能會有腰椎滑脫壓迫到神經的狀況 這些可能要後續的檢查判斷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我們的腰部不但要承受上半身的重量 還要負擔很多大幅度的活動 其實光是坐著就一直在出力維持身體的平衡 從椅子上站起來 也有一些前腐啊,後仰的動作 再到走路搬東西 我們生活中各種日常活動都需要靠腰 所以很多人平常不會注意 痛起來才發現,哇,實在很靠腰 哪些人容易發生腰扭傷呢? 像是剛剛說缺乏運動或是鍛鍊的人 骨骼肌肉系統比較不發達或靈活 過度操勞,睡眠不足或營養不良 都可能讓肌腱疲勞更容易受傷哦 另外如果受過傷了,脊椎側彎 腰椎退化或是骨質疏鬆的人 也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不好好保養 以後更容易閃到腰 說到保養啊 中醫對我們的腰部有什麼看法呢? 在五臟六腑之中的腎跟腰的問題最有關係了 腎氣充足,則腰腿強健 腎氣虛衰,則腰膝酸軟 除了本身的氣血 腎氣的強弱也會被外在的一些風寒失血影響 所以很多長輩會說 睡覺的時候至少要蓋住肚子 也是有這個道理在的哦 那要是腰真的閃到了,該怎麼辦呢? 在治療方面,我們受傷出席的三天 因為肌肉急性發炎會非常痛 建議局部的冰敷配合膚貼消腫藥膏 加上針灸治療止痛 不可以用力按摩推拿 會更痛更痛的哦 內服中藥,我們可以用消炎止痛 行氣通癒為主 例如穿衝、牛膝、鹽虎鎖、倒地蜈蚣等等 能夠更快的緩解症狀 後續的復原也會比較好 過了急性期 肌肉的疼痛轉變成痠痛 代表發炎反應退了 進入慢性期的修復 這時候就可以改用熱膚熏洗 也可以用推拿按摩 當然也會建議以針灸來改善局部的循環 加速恢復 我們也有適合的膏藥貼布可以用 在內服中藥的部分 會改成補氣、羊血、屈蜂為主 例如黃旗、當歸、杜仲、經界等等 可以更全面的恢復氣血 這種完整性的治療是中醫商科的優勢 最後我們要知道 預防保健也要避免受傷或復發 其實平常坐著或走路都要注意姿勢 尤其在搬重物或是抱小孩的時候 更要小心 盡量不要彎著腰出力 另外飲食營養均衡 坐席正常 搭配適度的運動 維持好柔軟度和肌耐力 而且在做中高強度的運動前 一定要記得暖身喔 我是柯伯任醫師 如果有腰部扭傷的問題 或是不知道怎麼樣運動和保養 歡迎來找我喔